朱永平捋了一下王瑶头发 脸上不用自主的流露出疼惜的神色 回头看了一眼儿子和周春宏 什么话也没有说 还是拉着王瑶把他拖回去 朱长阳大吼道 爸 是婊子先打我的 是婊子先打我妈的 我妈被婊子打出血了 朱永平顺时回过头 脸色铁青的怒道 婊子是你叫的吗 你阿姨是婊子 那我是什么 朱长瞬间愣在了原地 望着他爸 一句话也没有说 满脸鲜血直流的周春宏 顿时尖叫哭喉起来 朱永平 你 你还是人吗 婊子把你儿子打了 冤枉你儿子杀人 你还要护着婊子 还要骂你儿子 你还是不是人啊 周围邻居看到这个场面 也不禁嘴里数落起来 朱永平也为刚才骂儿子话 感到后悔 任凭周春宏骂着 莫不作声 这时 两辆警车停尸下来 刚刚纠纷开始时 旁边居民打了110 叶军在派出所接到这个消息 听说是王瑶来朱朝阳家闹事 立马决定亲自过来调解 赶到现场之后 炫慰了王瑶一般 谁知 王瑶毫不领情 又指着朱朝阳开始骂起来 周春宏眼见儿子今天 遭受莫大委屈 再也控制不住了 用尽全力一把挣脱旁人 冲上去一脚踢上王瑶 正准备甩他耳光 突然 朱永平一把拽过他 一个巴掌拍在他的脸上 清脆的一声啪 极其响亮 一瞬间 朱朝阳彻底弄在原地 感觉周围好安静 好静好静 完全听不到一丝声音 他嘴巴缓缓抽动两下 发出只有他自己 听得到的声音 爸 警察连王再次把个人死死 拉住固定 叶军一把揪过朱永平 拖到警车房 指着他鼻子骂 你刚才 当着你儿子面打前妻 你还是不是人啊 啊 我问你 你还是不是人 有你这么作爹的吗 上去 去派出所 朱永平赶紧闭嘴 漠然无语 任凭警察把他推上警车 随后 叶军回到现场 听着周围人 打抱不平的各种言语 他对整件纠纷的经过 也了然于凶 听到旁边人讲公道话 说着朱永平 刚刚还一味护着老婆 明明是他老婆先动手的 把他儿子打了 他还要反过头去斥责儿子 叶军一脸阴郁地 回头望了一眼 警车里的朱永平 又看了看目光呆滞 愣在原地的朱朝阳 深深叹了口气 他回过头 厌恶地瞪了王瑶一眼 用不容抗拒的语气大声道 我们跟你说得很清楚 又把目光看向周围人 故意在周围邻居的面前 替朱朝阳证明清白 朱朝阳 我们已经调查过了 你女儿死的那一天 她刚好去少年宫看书而已 她放假 经常去少年宫看书 很多人可以作证 我女儿以前 去少年宫看书时 也经常遇到朱朝阳 她根本跟你女儿的死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要是再这么胡搅蛮缠 我们就只能把你关起来了 王瑶不懈地冷笑道 哼 关 把我关起来呀 没事 她指着朱朝阳 你小心点 我肯定叫一帮人弄死你 周围人听她这么一说 立马义愤填硬地大骂起来 叶军一把抓过她头发 指着她鼻子骂道 你他妈说什么 你叫半个人试试看 你把我们警察当是空气啊 你家朱永平是什么人 就他妈一个小老板 你他妈横个屁啊 老子警告你 要不是看你是个女人 你今天这么恐吓一个孩子 老子把你往死里打信不信啊 我今天把话撂在这里 要是改天朱长阳少了半根头发 我直接把你抓起来揍死 带走